失业难道就一定只能靠政府的补助吗 我们来看看这一家三口靠着一台中古发财车 做起小生意 努力拼经济 失业一年多的陈妈妈将继续投资在这辆小发财车上 与失业的大儿子共同卖起了大肠包香肠 还有薯条炸鸡等小吃 为了生计 投入了小儿成本就是要拼看看 因为失业嘛 所以兴起自己开小吃的那个念头 自己比较自由 现在外界景气不好 所以找工作很难找 对啊 找不大只好就是兴起这个小吃店的工作 陈妈妈买了中古小发财车 加上小吃设备等共花了15万元 从今年1月卖到现站也三个月了 收入稳定成长中 而大儿子从去年找工作 继履历表都没有消息 因此决定与妈妈卖起小吃来 现在刚开始起步 薛阳都还没有开始赚钱 陈妈妈表示要秉持着毅力 并且在食物上更需要注意新鲜度与卫生 打出好口碑 用小儿成本拼出销售好成绩 接着母丁高雄市采访报道